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张倩信 上个礼拜就被指硬闯吉隆坡国际机场 拯救中国游客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消息就传出说 该名被刁难的女游客背景可不简单 是中国国音电视台高层的私人助理 而且手上还掌握跟机场官员的对话录音 准备在回国之后揭发这起不愉快的经历 勾力了咯 我国又要红出国际了咯 内州部长赛富丁今天也召开了记者会 承认移民局内确实是存在有一小部分的老鼠屋室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那另外他也澄清说 航空公司去年2月15号就委托了 一间monocircle的私人有限公司 负责处理被拒入进游客NTL的后续失误 例如要帮他们买遣返机票啦 食宿等等 那这项服务呢 可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 所以不排除有相关人士被要求支付费用的时候 误以为是官员所会 那这起风波为什么烧到停不下来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网络上出现两道风景 那一方关心的是 部长硬闯机场刁难公务员 那一方关注的则是 部长从贪污官员手中救人 同一件事情呈现两个不同的面向 那涉及的移民局官员就透露说 自己被威胁被无理教训 国门议员也纷纷跳出来力挺 斥责张部长摆官威 阻裁办公 妨碍公务 要求团结政府开除他 而马来社群里头呢 反弹声浪也是比较大的 多数责怪张庆幸 只帮中国人 威胁国家主权 冒犯公务员等等 至于华社这里的反应呢 就截然不同了 大多数人都是赞赏张部长 做得好 勇于改革 揭露弊端 为弱势 伸张正义等等等等 面对质疑和抨击 张部长也淡定地拍片回应 没有擅闯 而是接到投诉之后 拿着机场特别通行证 前往了解状况的 除了捍卫自己呢 张庆幸还反指控移民局三宗罪 第一侵犯中国游客的人权 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之下 将女子关进小黑屋问话 浴夜拘留15个小时期间 不但只提供一餐 没收对方手机 态度还蛮横恶劣 没有人心 第二就是 移民局官员二人先告状 泄露了相关照片和消息 企图模糊事件的焦点 第三也是最严重的指控 斥责移民局的官员 疑似串通非法中介 透过索取高额的通行费 中饱私囊 恶劣的行径宛如饥饿豺豺狼 破坏了国家形象 那张建希点破了移民局出现 台湾的举动就好像启动了 另类的移民局版密图一样 相机跳出来分享或者转述 类似案例的一个接着一个曝光 像是马中友好互助协会 上市人张天子就分享说 自己曾经接到过许多朋友和民众 遭到移民局无故扣留的投诉 虽然过程是没有要钱 但是也需要靠熟人才能平息事件 一名资深翻译员 明道才也分享说 曾经听闻中国官员 即便手持无需签证的公务护照 依然是被拦下来带到了小房间 甚至被移民局官员无礼呵斥 那另外呢 这起事件也调出了资深律师李肃化 表示有共铃 因为他也恰好在处理一位中国大学生 被移民局无故拘留一个月的案件 唉唉唉唉 马来西亚怎么会变成沦落到就是 沦落到这样就大家都感到害 担心害怕就是因为这个扣留中心了 在别的国家没有这样惨的 你去到哪个国家 也怎么样这样子来对待游客的 我老实讲我很少看到这样 那个我们的移民官员 为什么会这样小张 为什么会这样不可疑这样傲慢 大学生的那个什么那个黄荫的事情 人家的学校的教授都来做解释 给所有的证件都抖出来 你查案官你还是不放人 是什么意思 真正来讲的话你要找源头啊 你去找到底那个欺骗集团在哪里啊 你为什么把那个学生要关的一个月 那个老实讲是讲来讲去都讲不出理由的了 所以查案官本身烂权 为什么会烂权 这本身就是我觉得领袖们基本上要去好好的去思考 李苏华律师就表示啊 张青兴部长所说的移民局贪污事件确实是存在的 拯救行动呢也不算越权 因为当游客被敲诈 作为旅游部长的他出面解决是分内的事啊 相反的不闻不问才是大问题 部长讲的是一点都不假 我不觉得他有业权的那个行为了 就是他所管的嘛 他的部门所管的嘛 他是旅游部长 他自己本身也真的带着一些官员去嘛 刚说他收到的讯息是 这些旅客要被敲诈了 那么他要被敲诈的话 当然他作为一个部长 当然是要来了解情况去解决问题啊 如果部长没有接到任何投诉的话 我相信这个部长也不会无聊到 要来机场这边来干预任何事情啊 而且更何况这个是跟他息息相关的 游客的部门 我们现在不是讲说 工程部长来 或者是农业部长来这个机场啊 没有啊 这是旅游部长啊 如果旅游部长不去的话谁去啊 那另外呢 李肃化律师也挑明说 我国移民局最大的漏洞 就是权力太大了 要扣留嫌疑人几天就几天 甚至连条规都是内定的 说变就变 根本没有所谓的SOP 在扣留人家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官员本身有太多的权力了 就是有些事 根本上呢就是小迷大作 好像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一些 就是贷不够钱啊 或者是讲不出地址啊 那么就关进小黑房那边啊 他觉得就是他要继续调查的时候 那么他就有14天的调查期了 14天后他必须要把人家控上法庭了嘛 如果他不控上法庭的话 那么他就要放人家嘛 那么当人家上了法庭了之后 当人家认罪了之后 当人家被罚款了之后 本应该就是审结了嘛 就是因为有连续三十天的扣留期 那么他又把人家就放在扣留所里面 就扣留三十天给他发布了 在扣留中心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不成文的规矩 他可以告诉你说 你只能够来一次啊 一个礼拜只能够来一次啊 我们说法律哪里 有什么法律来说明这一点啊 他说这是我们的规矩啊 这是我们基本的内部的安排啊 李苏化律师也无奈地表示 善于游走在法律漏洞的移民局官员 非常懂得操弄他人的恐惧之心 尤其扣留所里面的环境 恶劣的 只能用生不如死来形容 所以很多受害者往往呢 都是会选择认罪缴罚款 都不愿意在里面多待一天啊 也因为这样的操作呢 贪官们的胃口也越变越大 扣留中心不是你们所看到 像监狱这样有地方睡 没有的 他们全部是蹲在或者睡在地上这样 一大半那种睡饭 一大半人就在你旁边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你看到情况真的是 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 一来呢我们纳税人的钱呢 就是这样子被白白花掉了 这个法律没有获得适当的关注 没有去修正 就制造了很多那些有机可乘的机会 给那些官员去滥权 我们的官员就游走在这些 法律里面所给予的那些时间 那他们就在里面呢 就sip on the file 不用做东西啦 你只要把它关进这个扣留中心的话 你的钱就自动会来了 为什么 人家害怕被关在这个扣留中心里面 因为这里面真的是那个情况太糟糕了 那一密局对外国旅客而言 是代表我国的第一印象 李律师暗讽贪污的调查官毫无人性 专挑鸡毛蒜皮的问题打劫旅客 甚至胆大妄为的在政府眼皮底下犯案 已经到达了失控的程度 他大胆建议政府呢 如果要斩草除根 就必须果断的给部门来个大手术 有些时候不是一个人 是一般人 一组人 至于怎么样做的话 我相信我们是国家领导人 都心知多明 他们都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操作的啦 所以说一定要有果断的心 就是要 你没有办法斩草除根 起码你就不要给它严重到失去控制 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失去控制了的 这是由他们基本上说了算的 我们的国家的体制里面最严重 最严重的疾病是来自这个部门 为什么这样多游客去泰国 为什么这样多游客去越南 为什么这样多游客去别的国家 为什么不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你说有缺乏景点吗 有啊我们很多景点啊 为什么人家不能不来 所以说要检讨啊 我们移民局啊 真的是要动大手术了 听到了那么多关于移民局体制内的黑箱操作 还真的会忍不住呢 跟李律师开头那样 唉 他一声长叹一口气耶 不过李律师呢 也有特别强调说 涉及贪污的只是一小部分的老鼠屎 体制内呢 还是有不少优秀的官员呢 那在查案过程当中 他们展现了智慧迅速解决了棘手问题 所以 要改校砍的就只是那一群贪官 而关键呢就在于政府和国家领袖的态度 当领袖看到的时候我就看到希望 当领袖看不到的时候呢就绝望了 我们也希望新的政府有所表现啊在这方面 既然这么辛苦得来一个新的政府的话 那么真的要拿出个成绩来给大家看哦 对吧 我是记忆厚望的 正在看影片的你不知道也有没有遭遇过移民局不公的对待呢 无论是国内国外或者是耳闻都可以 欢迎你在留言处分享 我们一起互相警惕